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 十八个运会国国旗旗阵熠熠生辉 晚八时许 习近平宣布对话会开始 与会各国领导人一同观看视频短片 重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合作的重要时刻 当十八国领导人云和影照片 出现在大屏幕上时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发表题为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讲话 长期以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 为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不懈努力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 已占全球半壁江山 在科技、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 也取得长足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 吞噬全球多年发展成果 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大事 坚定信心 起而行之 凝成一股绳 卯足一股劲 推动全球发展 繁荣才能持久 安全才有保障 人权才有基础 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打造人人重视发展 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 第二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 推动现代产业发展 弥合数字鸿沟 加快低碳转型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汇聚最广泛力量 兴和一同 谋无不成 让我们坚定信心 朝着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正确方向 携手奋进 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 与会领导人分别发言 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关于全球发展合作的深刻阐述 当前 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是构建更加公平均衡的国际秩序 促进和平 安全 平等发展的关键力量 应该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问题置于核心位置 推动构建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需要和期待的更加美好的世界 希望在减贫 抗疫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加强全球发展倡议 对话会发表主席声明 全面阐述与会各方 关于全球发展的政治共识 围绕全球发展倡议重点领域 提出了务实合作举措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对话会 丁薰等参加对话会发展倡议重点领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